上第一次 今晚會昨天宣布 因為疫情延燒的關係 原定從五月二十四號到六月底 登場的股東會全面暫停 將延期到七八月份召開 預計會有一千九百三十一間上市 會公司受到影響 不過原來的股物事物 並沒有停止 而至於現金鼓勵 如果按照公司的章程 不需要經過股東會的話 就可以提早發放 疫情籠罩 投資人心情七上八下 不過衝擊層面再擴大 金管會二十號發出一紙公告 史上頭一遭因為疫情 全面暫停召開股東會 從五月二十四號到六月三十號 原定的股東會將延期到七八月 擇期再召開 受到影響的上市公司有九百二十三家 上櫃公司七百六十三家 新櫃兩百四十五家 總計一共一千九百三十一家 不過二十號前 已經有五十七家公司召開股東會 二十一號也有七家 會按照防疫措施如期舉行 不過股東會暫停 相關權益會不會受損 按照現行證交法規定 股東會一天上線只有百家 今年將會鬆綁 原本規定六月底前 一定要召開股東會 這次也不會開罰 至於統計驗證或新聞公告 等股物事務也不會停止 而投資人最關心的股力部分 如果是股票股力 必須取得股東同意 會在召開股東會後 才領得到 現金股力按照公司章程 如果不需要經過股東會 就可以先發放 疫情當前防疫優先 金管會也呼籲要共體時間 華視新聞雷仙 汪千煌台北報導 芥田 2.3 4.5